另一個驚險的畫面發生在屏東滿洲有灑水車翻覆了 這是一名22歲的駕駛 他開著灑水車經過田野的時候 突然就虛空翻覆 還一度傳出可能是因為洛杉瘋太強酿貨的 駕駛還一度夾在車頭內 不過幸好人救出來送醫之後 只有手腳擦傷沒有大礙 警方初步調查發現說 肇事的原因疑似是因為沒有注意到車前的狀況 車輛才會不慎翻覆 灑水車翻覆到田地後 大批民眾聚集討論 駕駛當時被夾在車頭內動彈不得 事故是發生在2號早上6點多 22歲的潘心駕駛 開著灑水車經過這個路段時 車子突然翻覆到路邊的田野 除了警銷到廠救援 商者的同事也趕來關心 民眾及警衣銷全力協助拉人 還有民眾疑似因為站太近 遭到消防人員制止 你以為注意車前狀況 車輛不勝方富路邊的田野 警銷到廠後 將駕駛送鷹 初步檢視手腳擦傷無大礙 恆春半島這幾天 洛山風特別強勁 瞬間震風曾經高達11級風 警銷一度懷疑是否是風強釀貨 後來初步調查 懷疑是駕駛沒注意 車前狀況造勢 證明代表聯絡吊車 把吹倒的鐵皮吊起 仍然就連安裝牢固的圍牆 也被洛山風硬身吹倒 一半以上的鐵皮倒在地上 也提醒恆春民眾 風勢強勁 外出特別注意安全 記者林安平評論報導